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尹先生61岁 来自黑龙江退休 韩女士64岁 来自黑龙江退休 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她就是一个购物皇 做什么事情都先斩互动 我换我自己钱买东西 回头她老公那生气 甚至说她不要我买 不要管我 那我换我自己钱我有错吗 别让她老管我呀 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退休之前吧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付着过 退休之后吧 简直让我隐无可隐了 人家都往主导弄东西 我娘家导弄说能当人离婚了 我这往家买东西还能买离婚 又不过了 甚至把东西从阳台都给我扔下去 给我撇他 过不了了 没法过来 这个一个是忍无可忍 一个是过不下去 不过了 那咱们说说吧 我老伴吧 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先斩后奏 从来不听从我的那个意见 我们是二婚 那个时候 刚那个领完证 我是上班 她呢退休了 给家没事 不知道怎么的啊 也是一个大姐 卖楼中介的 她跟我一说 我就不同意买这个楼 她跟我说 我去看看 我不买 就这么用这话来应付我 但是呢 跟这个售楼这个大姐一走 到山东龙口 自己把首付交上了 那我帮我自己钱买房子 那你说 人往高出走 谁往低出流 我们大东北 那嘎嘎冷 我受不了 所以吧 我就自己决定确实买了 花的是你自己钱是吧 对 花我自己钱 我呢一个孩子 归我前期了 没有一个负担 她两个孩子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两个孩子得养 自从买楼之后 孩子生活费 学费 补课费 全是我来 相当于房贷 虽然是她还的 但是那一部分 就是缺口的那个地方 就需要您替她 找不回来了 对吧 再一个买房子 这个我也同意你买 但是你跟那个售楼 这个中介去买什么去 7%的回扣 我们买这一个房子 30多万 她就得去两三万 这脑袋还能管家 还能过日子 我就说她不是过日子的人 妈呀 我跟你说 我家是现成的 我来到城市那一刻 看到大街上 每个楼房 还没有属于我的 那一刻我一下去去 我以后要买楼房 这是我的理想 房子你们住吗 没住 到现在吧 我一趟我都没去 她去了两趟 房子还闲着 就房子又空置在那边 就还有一个原因 是在这儿 再一个 我就不喜欢那个洋葱 她就养猫 最多的时候 21只猫 老少四辈 那个猫啊 腾腾腾腾的 咳哪儿烂跑 猫 毛 咳哪儿烂飞 还挺可爱的 这猫的那个照片 对 是挺可爱的 但这21只 也多 爱有点沉重 完了吧 我再三的那个做工作 再三的就是 想办法跟她说 完了把这个猫 给人的给人 把猫这个事整完了 整完之后 养狗 拉不拉多 小的时候小 越养又大越养 对啊 到最后家放不了 我给我单位养 你看退休了 也没定了养 到最后呢 送给她三弟弟了 我就觉得 她吧 对她儿子 对她女儿 对我 都没有对这个猫好 没有对手好 提到这个孩子 我就想到这个孩子 非常优秀 她女儿 第一年考上 七哈尔大学了 结果呢 她考的这个作业吧 自己没想中 跟她母亲说 说妈呀 我不喜欢这个作业 重读一年 行不行 她呢 就不同意重读 说对你一个女孩 早上一年大学 早参加一年工作 早挣一年前 把孩子鼻子没招 哭着跟我说 说老爹啊 你能不能再供我一年 我不喜欢那个作业 我喜欢表演 我说你要喜欢表演 你要保证你好好学 我再供你一年 这么年 我就同意 因为我重读一年 第二年考上上上海 谢敬影视 黑龙江省一共收俩 我女儿就是考上了 很优秀 厉害厉害 先生的意思是 他对猫狗 比对女儿好 对 就是他儿子 他去给他儿子 开家长会去了 这个儿子啊 学习不是那么好 让人家老师吧 可能批评几句 学校门口 有这个什么 特殊教育啊 专门变好 他呢没通过我 就把这个名字 就报上了 一上这个学校之后 全大庆的陶小子 都集中到 这一个地方来了 都集中上了 这个学上完了 他们联系没断 原来学习中等生 到最后下等生 跟这陶小子上网吧 或者啊 我就把这孩子 找回之后 我给他买一个电脑 跟他谈了一次 我说你喜欢作业之后 完了再玩 就这么点 现在这个儿子 考上哈士大 哈士大那厉害呀 对 功劳都在年是吧 您的意思是 就是这样嘛 他不满足 他就还说 我做得不好 你说孩子已经都出去了 闲得没事 各家养花 养花好呀 养花好是好 人家把不养的花 扔的花 捡回去了 换个盆 换点土 往来养 最多的时候 我家128盆花 大家请看 这个事您也不同意啊 我是喜欢花 可是他把我花送给 一个女的了 虽然说是他哥们 一个媳妇 但是他是亲自送的 把我的花架 都给我送人了 我对这事 挺有想法的 他就没通知 你就送了个花 那你没通知 他还买个房呢 最可气的是啥呢 他可网上 不咋的搜搜搜 君子兰 说得插一声 那个松针土 那个松针土啊 那里头都是小飞丛 完了那个灯罩 那里边全是飞丛 屋里呢 那个圈圈 可恶乱蹦 可恶乱爬 就是养植物 给家里面生活环境 造成了一些 一定的影响 小片里面说 说是购物狂 买东西也是 横堆成堆地买吗 这不是养花 我也不让他们养吗 现在控制到58盆 玩自己个家 闲着没事 网上购物 不管是有用的 没用的 只要他喜欢的 就得必须往回买 最可气的刷卡咋的了 到还款那个日子 没有钱了 抄我要钱给他还 完了我不给还 抄他女儿要钱 让他女儿还 完了他女儿 给他钱了之后吧 我还得把钱给他女儿 说起来话 我手里有现金 但是我手机上就没有了 说咱俩换 发过来500块钱 我给现金给500 不行 没办法了 我想想了我女儿了 我跟我女儿 微信说了 我女儿给我发过来了 发过之后 过了第二天以后 我女儿就跟我说了 说我老爹都给我 发500块钱的 莫名其妙 这是他干的事 他心目中根本没有我 应该这么说 我听了没有您 还给您一个女儿 转500块钱呀 那又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真的是 你烧包香了 这么好的男人 还有一个 谁让我接受不了 掌握上 他突然就没有了 失踪了 没了 没有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儿 他说给那个邻居家买东西 我说那你上大厂 你给我买点 你用桃子就行 二斤你就行 然后我说你再给我买点 那个小柿子 等到我回来了 我问你名用桃呢 他说名用桃都烂了 后来我说那柿子呢 柿子也没有好的 我说那你除了大伤之后 那样没有好的 别的那超市很多很多 对不对 卖水果的 他就是心目中就没有我 让他买点啥 就是说的 根本收花包式 我呢虽然说 我买房买啥 我讲来养老 我们俩去居住 我没有阅言 往现在我买完房 他就这问题 你这是不说理吗 你说 他刚才把提买房子 我就想起来了 他母亲在宴交 买了一个房子 交了一个首付 交了十万块钱 接房子没有钱 让我呢拿这个接房子钱 当时吧 我正好我有个房子 让我卖了 卖了四万五 我直接把这个四万五 就拿给他母亲了 接房子了 而且呢 我亲女儿 想买一个房子 我前妻拿十万 让我拿十万 交个首付 剩下孩子自己交 我就抄他要 这十万块钱 他一分没给我拿 把工资卡摔给我 工资卡我给他的时候吧 还有点 还越越还往里进钱 交我手里的时候 工资卡不到二百块钱 那你咋不从头说呢 我们俩刚认识不到三年 他要给他姑娘买房子 从我拿钱 我哪有钱呢 我那时候那一刻没有钱呢 从一个工资卡里面 到底有没有钱 工资卡就是说 当初吧 一个月是三千多 四千多 不等 那时候上班 就交你手上的时候 公资卡里面有多少钱 也就是按月的钱 也没有积蓄 对 是的 所以这些钱 也都是花在你们两个人 生活开销上了 对吧 对 也没有乱花 没有乱花 那您网购花他的钱吗 我网购 我从来不花他一分钱 买的钱多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看 我带过来了 您今天带各种各样的证据了 我这 这是一包 两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七包 买完盘子没定发 放到床头上了 你说监视棍 摆一些啥呀 什么小猪 小鸭子 你看看 少女心十足啊 再说就是什么呢 她父亲来我家了 完了去送她 我坐到副驾驶 我就是可能说话吧 声音大了一点 她父亲吧 听着我跟他俩吵了 结果呢 借题发挥 给我大骂一问 完了我这个心 就是啥呢 就喜自 我长这么大 让我老丈人给我好顿绝 心里吧 就过意不去 上班吧 我还喜自这个事 结果呢 开车的时候 创车了 车创车之后 赔人家钱 我让她给我拿点 一分没有 她回来 她没跟我说这事 您要了吗 没有 她将来就是说 他要钱 他没有 他说没有 我给我弟弟那借的钱 你们俩今天来这儿是怎么着 是奔着不过去 还是要调和一下的 我现在目的吧 就是说舍吧 说起来的话 养猫养狗养俩 养俩又还能养出感情了呢 就你可怜呢 所以你不懂是吧 是的 先生呢 如果他要是没有什么改变 你要他改变啥 最起码吧 你得不能是啥呢 自己错 哪不是当你说 行 咱们听听其他的两组 我们今天要求助的情感嘉宾 对你们俩的事怎么看 就是我感觉 有那种一言堂 叔叔说什么都不听 我家里其实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我特别能感受到 叔叔那种 就是无力感 因为对象特别强势 然后就不给说话的机会 然后你拒绝了他吧 他还主动地去把事情给完成了 你稍微注意着讲说 还没上台呢 别一会儿连站都站不上去 我是比较偏向叔叔这一边的 我觉得他感觉就是为这个家 操碎了心似的 这种感觉 你俩现在意见是统一的 那我们听听杜先生和魏女士的 目前来看 我感觉可能体会不了婚姻之后的这种 共同经济上面的事 但是阿姨的话呢 可能跟我差不多 自己赚自己花 我就觉得 我自己赚的钱 我为啥不能自己花呀 为啥不能光花我身上啊 我花了 我还花在你身上了 为啥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呀 来吧 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情感疗愈团 老师们怎么看 其实我在叔叔阿姨上看到的全都是快乐 幸福的烦恼 我觉得他们两个很般配呀 他们俩好像一个文化生 遇到了一个艺术生 叔叔其实你就属于那种可能 就是更理性一点 就是你想要一个理智科学的生活 但其实阿姨就属于那种 我觉得他萌萌的很可爱呀 就是他的生活的一些喜好 其实都是一些陶冶情操类的东西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就是缺乏沟通 其他啥也不缺 你看阿姨就点头 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女孩子哪怕是六十多岁了 她还是女孩子 她是需要哄的 而且我觉得叔叔 你长得也特别帅 你其实哄哄她 你跟她撒撒娇 我觉得她能听进去话 还有一种处理方式 就是你们俩去找一个 你们俩共同的兴趣爱好 只要有一个共同目标 我俩能过得特别好 谢谢文静老师 大姐是被宠坏的 你这个样子 中文静老师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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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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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公众号 然后呢 一定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们是爱宝的重视粉丝 陆七老师有后礼送给大家 其实您二位在反映了 这么多的问题 和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相处的这些模式之后 我再回溯到 你们两个人 居然是第二次婚姻 重组家庭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就是你们两个人 十九年重组家庭 两个孩子 一直管他叫老爹 然后他又对两个孩子 倾其所有的付出 我觉得您真的没选错人 您现在已经比 大多数二婚的女人 要幸福太多了 你想想这个男人 他得疼你疼到什么程度 你的女儿把钱转给了你 他能把钱转给女儿 这就是一个亲爹的做法呀 大姐您看在这一点 您就应该真的知道 自己的幸福在哪 所以我觉得 您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实无非就是 现在进入到退休生活之后 你们又开始 重新磨合一种生活模式 你们的感情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们不是在算计对方 有多少的重组家庭 他们每天在算计 我给我的女儿 留多少钱 你给你女儿留多少钱 我这钱得留下来 给我儿子买婚房 你的钱得留下来干嘛 俩人是分着过的 而你们俩是真正过在一起的 所以冲着这一点珍惜吧 看到彼此的这个 对对方的那种付出吧 我觉得 这个男的付出的 真的是挺多的 我 我觉得 有句话叫爱屋即屋嘛 他就是因为他爱你了 所以他对你的女儿和你的儿子 都非常的好 所以不容易嘛 对吧 珍惜吧 谢谢雷老师 就是韩女士64对吧 然后颖哥是今年61对吧 61 韩女士比颖哥大三岁 有时候我特别担心 我身边这个人 他要是不爱我了怎么办 他个子高高的长得帅帅的 那四方大脸 浓眉大眼 是吧 您真的挺气象的 我64了 我比他岁数还要大三岁 我明显觉得我的身体 不如我过去那些年 那么旺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嫌弃我怎么办 我得找一方式 让我自己相信他依然爱我 我闯了祸让他容忍我 我闯了祸让他原谅我 我一次一次变着花样 闯祸惹事 让他不想忍 他忍了 他忍了 他要不爱我 他为什么忍 你看他又算了 他要不爱我 他为什么算 他又原谅我了 他又不是因为爱我 这事他能原谅我 只能说呀 二位秀恩爱这方式 没什么经济效益 大姐您都64了 我在想您24的时候 得多做呀 真的 咱换一个有有 经济效益的事 秀恩爱行吗 就是别做了啊 来 您二位坐那休息一下 然后也想一想啊